有爸说但也是孕妇啊 一路上就被各种的工作人员关怀 不要泄密 我们落地的这个机场叫章鱼机场 对不对 因为我们出来的太晚 所以我们的行李都没有了 惨了 我们的行李丢了 什么情况 我们的行李 这个新加坡之旅也太 又要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下车 我们到桃园机场了 朋友们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点半 灌孩子 刚才来的时候司机说等一下 动作要先完成然后再下车 因为现在机场像菜市场一样 那我们来其实 嗯 记得订阅呦 救咪 哇 只能说司机师傅没有说错 人真的很多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但是很意外 但是很意外哦 刚才机场那么多人 然后来到星宇航空这边 去新加坡的人 其实还好 不多 那些人去哪里呢 该不会都去日本吧 做的是星宇航空 游游最爱的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通关了 准备去登机口 我们是不是要换点钱现在 对对对 4840台币换了200 200新币 哇 妈呀 今天早上很乌龙啊 好不容易 买了一件很可爱的小群星 我觉得很适合度假 然后呢 一路上就被各种的工作人员关怀 就是 你是不是 就是很开心 大家就是这么的 有温度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就是 难道高个子的女生 真的不配拥有可爱吗 是不是很可爱 但是 就是被误认为是准备 妈妈 又爸说但也是孕妇啊 不要泄密 里面只有屎 近四年以来 我们看到的最繁荣的景象 你看店家都开门了耶 啊我们今天早上来的好匆忙 这里面都是奢侈品 但是我最后离开台湾呢 还是想喝一杯奶茶 路上竟然看到卖奶茶 还有卖车轮饼 它上面还有那个台湾的标志 这牌子叫马祖新春耶 第一次吃这样的牌子 那他们家是卖车轮饼的 还是卖奶茶的 都合在一起 一共花了300多块钱耶 啊这个 呃点的是波霸黑糖红茶鲜奶 115块钱 哇 嗯 爸爸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奶油的 我不确定哦 干了这个车轮饼我就要出门了 纵盒耶 爸爸你看这是纵盒耶 奶油加花生耶 好好吃啊 嗯 太幸福了 后面人山人海呀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坐的飞机 太开心了 我们要出发了 太开心了 又又同学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上新鱼盘坑了 哇 好漂亮 大家好 欢迎在前面请啊 这里是给我们安柴的 好开心呀 宝宝说嗨 太酷了 啊 啊 这个有点大 可以玩 每次来都有 一个新鱼航空的玩具 质感真的很好 等你下辈子找个好妈妈 你又会可以 怎么了 既悲伤又开心 我说哇 我都没有玩具 我也想要 他说 等你下辈子找个好妈妈 你也会有 就是既悲伤又幸福啊 哈哈哈哈 他是夸你吗 这个吧 那也太酷了吧 因为 和朋友和家人炫耀 我在飞机上哦 小朋友你的菜池来了 哇 啊 已可 一本 一本 呢 我开始摸摹 请了 看看他们是主! 在的地方 要摸摸摸摸沙 你看,这个小桌板是不是都特别的高级有质感呢? 还有回收哦,严身。 我和Yoba的餐食来了哦,哇,它很厉害的样子哦。 牛肉货啊。 嗯,超级好吃啊,它很韩国口味呢,好不好吃,好不好吃,超级好吃,还有辣萝卜。 嗯,嗯,怎么会这么好吃啊,这个饭,这个就是韩国料理的标配蔬菜哦,嗯,都剩着牛肉的香气,竟然是在空中吃到的。 嗯,很好吃哦。 哇。 遮肚子。 遮肚子。 超级遮肚子。 我觉得新鱼航就是飞机餐的天花板 鱿鱼圈 它那个酱料超级好 酸奶 纯牛奶 来拖 干净 弄了很多的果肉 这个好好吃哦 有苹果西瓜 芭蜡 朋友们 我们已经落地了 落地的新加坡 刚才的广播小姐就说 我们落地的这个鸡场叫章鱼鸡场 对不对 章鱼鸡场 人生第一次落地新加坡 要来下次做新鱼鱼的会员啊 地好干净哦 踩上去软软的那种 上面的灯竟然用那种粉色的灯 七彩 超粉的灯 因为就感觉满满的金钱的味道 Money 感觉这里的人都好有钱啊 哇 哇 高级的味道啊 真的 嗯 就连这个香味都很高级 鸡场的厕所 哇 我们现在还没有出机场啊 这一路就是我闻到了各国的文化气息 就是人种相当复杂 哈哈哈哈 还有旅行团根本就不知道它是 哦 这种装扮是哪里人 哦 那种装扮 哇 然后那个味道都不一样 你能发现 对 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嗯 哦 这个国家虽然小 但是它特别的精彩 哈哈哈 我帮你拿钱 而且嘞 记得订阅哟 救命 我们要入境的嘛 可是感觉这里面好像是一个 超大型的百货公司 就是大家都在买东西 也没有等着要出去 这个每个国家的特色 还真的不一样啊 因为我们去年冬天去日本 是落地大阪的关西机场 那那个机场呢 就是特别的规中规矩 就很像日本人的穿着一样 整洁干净 但是没有太多的颜色 那一出来这个机场 哇 就是很跳跃感 入境出问题 导致成为最后入境人 对啊 我们在通关的时候 要验指纹嘛 新加坡这边都已经取消那种人工的了 基本上大家都是自住式的通关 然后呢 小朋友就很容易识别不出来 但是他们成长的时候 估计指纹会一直在变还是怎样 反正就指纹出问题 最后还是排的人工才出来 我们是最后一组 差不多 都没人了 对啊 然后呢 刚刚在出境的时候 后面有个小女孩 16岁 中国来的 因为她要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她就手指上缠着纱布嘛 后来那个工作人员问她 你的手怎么了 她就说 哦 就是弹钢琴啦 就是弹太久 每天练习 然后这边来 可能是来学习啊 还是参加比赛 那我就没听懂了 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在艺术这方面 中国的人才外流还是蛮严重的 哦 因为我们出来的太晚 所以我们的行李都没有了 惨了 我们的行李丢了 什么情况 我们的行李 这个新加坡之旅也太 开头有点曲折啊 询问家寻找5分钟之后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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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都到齐了 东西也到齐了 我们终于可以开启 我们的新加坡之旅了 耶 它这个是真的吗 是真的植物啊 那好难打理哦 对啊 好像 嘿 这是我看到最好看的 运输行李的地方了 哇 朋友们 我们出来之后 左手边它就有 我是不是要给大家拍一下 办理新加坡旅游SIM卡 这里这个柜台 看到它这个颜色了吗 这里就可以办SIM卡 它最少的迁数好像就15天 然后是100G 接近于就是无线吧 它有两种卡 一种实体卡 一种是可以依SIM卡 就是虚拟的卡 然后办的是虚拟的卡 还蛮快的 但是一场卡是50新币 我们俩刚刚对比了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 CP值还蛮高的 比日本便宜一些 这里是哪里 它说是卡和公司吗 机场是不是很酷 我们先去寄存行李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先逛新加坡的机场 好 带大家去寄存行李 我觉得新加坡的标识还蛮详细的 就是大家注意看一下标识 总能找到你要找地方 下面有行李寄存 小核物 好像就是这里啦 记得订阅哟 打勾 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的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喂 还有电脑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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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